为了要实现联合国2050年的净铃排放并扣合永续发展目标 花莲县政府日前与慈祭基金会携手合作 举办净铃绿生活花莲友善蔬食旅店宣导说明会 共有100名的业者参加 而在会中鼓励旅宿业者能够节能减碳 提高蔬食的比例来助力花莲成为友善永续观光城市 花莲县政府环境保护局表示永续是花莲的日常 而近年排放永续发展更是花莲县的市政主轴 目前已经有12家业者取得环保旅店 花莲友善蔬食旅店认证标章 但县府期盼付到更多旅书业者阶级参与 成为绿色旅游的引领者 这次活动结合了专题讲座 说明环保标章申请的作业 旅宿节能减碳方案以及蔬食体验等环节 深入探讨近年绿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实践方法 杨业美帝董事长尹纯丑有分享爱地球 从吃蔬食开始 因应气候变化 俊大从窗里初期即将经营方针定定为永续导向 不以方便快速为目的 选择用环境保护的角度推广有机种植 将蔬食月薪饮食的观念带入营业模式当中 推广进入永续观念给来访的旅客 实质响应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未来央月将持续与花园线组合作 每一盒绿色旅游 秉持永续环境的理念 响应经营绿生活 我们一向我们央月的DNA里面 友善大地跟舒适一向 就是我们的秉持的一个宗旨 从37年来 我们的军大有机农场开始 我们坚持的要用有机的脑袜 来照顾这整个好的这个大地 其实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整个地球暖化 整个人类未来是一个危机 准在一个危机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是打算用一个熟续渐进的方式 从80%跟20%的这种比重 来做一个舒适跟温适的调整 我们也希望把这样子的概念 慢慢的带给我们的一些消费者 跟我们的旅客 此次经营会与会中说明 友善舒适旅店的认真实施方式 并分享气候变化 对环境的影响 以及认为如何应应等等 尽管面临0403地震带来的困境 但大家仍齐心协力 参与舒适推广 这份坚持和奴隶值得鼓励 并且在会中由德明师傅 德索师傅 以及严博文执行长 送上安心祝福礼 希望可以受地震影响的旅书业者 以思思温暖和支持 同时也期望花脸能够尽快恢复生活的常态 记者 教宏医 继续报道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恢复生活的旅程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恢复生活的旅程